我得有点数吧 我是啥明星啊 张子豪被视为期保释老旧之后 东北说唱下一位标志性人物 张子豪在上学时因过度肥胖 被同学视为嘲笑和欺负的对象 那使得他十分自卑 喜欢说唱的原因是在他最糟糕的那段时间 母爷的歌曲带给他走出艰难的力量 即便听不懂晦涩的英文 他依旧把歌词一遍又一遍抄在本子上跟着唱 2021年张子豪的《单压也算压》 迅速成为网络热梗 但并没有给张子豪带来音乐上的知名度 没火之前张子豪卖过衣服 在意大利奥特莱斯打蛇村 当巴宝丽的会员干了将近一年 2013年张子豪开始提笔创作 用说唱去表达内心 2020年他参加了地下八英里长春战的比赛 那时的比赛还不看谁battle的词狠毒 不比人情顺服 看了只有作品的好坏 那年张子豪一路是如破竹 打败了许多对手 甚至还包括了自己的好友欧阁 几经续战后张子豪最终拿下 长春战的冠军 闯进全国赛 本以为作为低风战冠军 能收到和其他人一样的掌声和欢呼 结果轮到他上场时 场下无比安静 没有队友 没有名气 更没有人帮他打backup 埋头鼓作音乐的几年里 只收割了个位数的粉丝 好在凭着稳定的心态和亮眼的表现 一手走心之作一般的一天 成功读得2021年的地下八英里全国总冠军 得到胜与保时老旧等前辈的认可 而当时的夺冠曲目 正是今年他巅峰说唱的淘汰曲目 两年前的热单restart罗生门 歌出圈了但人没出圈 张子豪陷入歌哄人不哄的境地 连青年参加巅峰说唱 张子豪自己都打去说 是我和明星之间的对决 我个人认为应该是我和明星之间的对决 从地下八英里出出茅庐 到成功立足中国说唱巅峰对决的舞台 张子豪只用了两年 虽然在节目里他是毫无人脉 惨遭淘汰的心面孔 但拼尽全力的张子豪 其实从来都没输 而是成为了东北说唱的接力棒